这会儿我们在扬州的望月路上 这边应该是扬州老哥一条街 我大概数了一下 一路过来这种小车子卖老哥的 大概有十几家 第一次过来买 也不知道哪家好吃 看来要问一下人了 这家也在排队 这边也是一家 哎 兄弟请问一下 那个不是本地的 我们只要找本地的问 哎 兄弟请问一下 您是扬州本地人吗 也不是 大爷 请问一下 您是扬州本地人吗 我不是 也不是啊 怎么都不是本地人啊 哎 您好 请问一下 您是扬州本地的吗 我想问一下 这条街这么多老哥 你们觉得哪家好吃一点 我第一次来我不知道 叫吃不忘的一家是吧 这家买的人最多 他们家卖的最好是吧 对对对 好 谢谢啊 刚问了好几个人 都是推荐那家叫吃不忘 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来 我除了吃不忘 我再另外随机挑几家 然后我自己比较一下 以我外地人的口味 来感受一下 哪家的老的最好吃 这边确实在排队 老板 咱们家这个鹅 鹅铃是多少 一年半 一年半 多少钱一斤啊 六十二 六十二 给我来个那个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需要前半后面 鹅是吃谱吃对啊 个人喜欢 我来个谱子吧 一般大概是 一只 差一点点对 这个长的声音确实是老的了 很硬 这是鹅油是吧 没有鹅鲁吗 鹅是单放 吃的都在放 不咸吗 放走了会咸 所以就单放 鹅头是单卖的 还是撑的 多少钱一斤啊 也是六十二 好 谢谢啊 第一家吃不忘老鹅 六十一 第二家增黄爵老鹅 老板咱们家鹅是多少钱一斤啊 八 五十八哦 不是统一价 各家价格不一样 你跟杨州本地人吗 这吃鹅的话 你们是就吃惯了一家 还是就随机买 你在哪个地方 哦 你在家门口的话 可能就是吃惯了一家 老板给我来个腿吧 你这个卖的快吗 都快没有了 也有啊 和杨州市区的不一样吗 黄爵老鹅 杨州市区最早做鹅 哦 就是从这个镇出来的 对杨州市区就是黄爵老鹅 人家他们都 别人呢 别人呢 另外就什么就改一改啊 那么大概的味道都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 我这个是四十一是吧 这个看 这是我的小 啊 您做多少年了 呃 十几年 十几年啊 这条街 十家这种鹅他精神激烈啊 一做嘛 他就可以选择 选择自己是喝的口眼 这个鹅是几年了 老鹅一年多的鹅 一年左右 这个算老鹅吗 老鹅 老鹅呢 这小鹅有趣的 哎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鹅的 有点黑黑的啊 不是黑 肉色 肉色啊 也要浇点鹅油 嗯 像正常在这边摆糖的话 一天能卖多少吃啊 这个啊 平常嘛 他就是十只鹅左右 十只啊 你要是即将热买的 多一 我听人说就是扬州路边 只给摆老鹅 他 这个摆摊呢 只有老鹅 只有其他的都不让摆的啊 其他的都不允许 哦 好的 谢谢啊 这个地方 地方特色 谢谢谢谢 武器忘不了老鹅 老板 鹅还有吗 又是 我都抓吃了 啊 没有了是吧 还有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再换一下 谢谢啊 这边又是好几家 这个叫忘不掉 然后贴对面 还有一个叫忘不了 老板鹅多少钱一斤啊 老鹅五十啊 给我来个谱子啊 好 好鹅 一年多 太老了 也不好吃 对都买几家 assists 我玩一茶 鸿鸿鸅 老鹅一 五十一 五十一哦 这个骨子大 老鹅比小鹅来多多了 哦 对 要有渐气 这是什么牛排的 是黄绝的还是本地的 是这个 鹅油 一路走来这么多家老鹅 怎么都是忘不了忘不掉 都是这个名字 一个事物学的吗 买了三家 第三家 忘不掉 忘不掉 吃不忘 黄绝增济 三个从颜色上面看就有很大的区别 先来一口忘不掉 它的鹅谱颜色比吃不忘好像偏深一点 鹅肉越嚼越鲜 但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柴 以我的口味来说 如果我不放这个鹅鲁的话 我这样吃肉有点大 要专业一点 吃不忘 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就偏白一点 你别说那么多人推荐 确实有点门道 我感觉味道好像确实更香一点 黄绝增济 这个是鹅腿 黄绝增济是能吃出来淡淡的香料味 前面两个没吃出来 把它们用的鹅基本都是一年半左右的 肉质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它的鲁制的味道真的不赢 把鹅鲁倒进去再试一下 鹅鲁也是盐水鹅的灵魂 忘不掉给的鹅鲁是最多的 这么大一袋 满满的 吃不忘的鹅鲁是分好渴的 鹅鲁泡进去以后 味道一定又不一样了 再试一下 忘不掉 烤箱也不会特别咸 然后鲜味更重 浇完炉以后 这三家的鹅水鹅 我感觉味道变得越来越接近了 黄绝增济的淡淡的香料味道 卤子浇进去以后就吃不出来了 望月路上面那么多家老鹅汤 吃不忘是排队人最多的 另外呢 价格也是最贵的 总体来说 我觉得三家的味道都不错 没有一家采雷的 我相信 阳洲人吃老鹅和南京人吃鸭子 应该也是一样的 家门口的最好吃 三家老鹅评测结束 下面就是我的快乐时光 小久再走 美食我有